妻子不顾生死为我生下孩子 我却为了赌博将他们母子赶出家门 由于没钱妻子只能带着女儿住在阴暗的地下室 吃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食物 这期间过得连狗都不如 这让他已经恨透了我 于是在一个冰冷的夜晚 他带着女儿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消息传到家里所有人都陷入了悲愤之中 我也因为这是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虽然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成为了资产百亿的富豪 但我一生都活在懊悔与悔恨之中 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我多么希望能够重回过去 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爸爸 起床了 要吃饭了 蓝尾炎猛然惊醒 再一看他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 看着眼前的女儿 此时的他满脸的痛苦 生怕这一切都是幻觉 爸爸 妈妈让我叫你起床 炎炎 你还活着真好 嗯 爸爸不喜欢炎炎吗 没有 爸爸没有不喜欢炎炎 那爸爸为什么从来不抱抱炎炎呢 蓝尾炎看着女儿委屈的样子 此时的他心如刀绞 赶紧将女儿抱进怀里 此时听见动静的陈嘉兰 急忙冲进房间将炎炎护在身后 看着蓝尾炎的眼神满是警惕和冷漠 他对我已经绝望了吗 不然的话 怎么连家里欠债都不和我说 家里没有钱了 你回来的也没有用 听到这话 他才想起来 前世的今天 陈嘉兰刚从外面借的钱 准备给炎炎买营养品的 却被蓝尾炎抢了过去 此时的陈嘉兰以为蓝尾炎又回来要钱 如果不是要带他们母子过上好日子 真想现在就给自己两刀 对不起 我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对你们了 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你也不要哄我 只要以后不要再打我们母子就行 蓝尾炎苦笑了一番 知道妻子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 随后陈嘉兰去厨房端来了三碗稀饭 结果怎么就吃着这个 不然呢 钱都被你拿去赌了 外面还欠了很多钱 妈妈 好香 炎炎肚子饿饿 这种东西也算香吗 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 此时的她内心很是愧疚 你们先吃 我出去一趟 爸爸 你是嫌炎炎炒到你了吗 爸爸 你不要离开 炎炎保证吃饭不再说话 听到女儿的话 蓝尾炎心中一痛 赶紧解释 爸爸 出去给炎炎找好吃的 乖乖在家等爸爸回来 炎炎过来 爸爸有事 陈嘉兰根本不信他说的话 见陈嘉兰不信 蓝尾炎并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便离开了家 这个季节正是捉鱼最好的季节 随后蓝尾炎来到一处河边 二话不说就跳进水里开始摸鱼 没多久蓝尾炎就捉了几条小鱼 和一窝鸟蛋 等它回到村子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等它快到家时 陈嘉兰的声音便从院子传了出来 炎炎过来 爸爸有事 今天不回来了 不要 爸爸去给我找好吃的了 我要在这等爸爸回来 炎炎 看看爸爸 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哇 爸爸回来了 妈妈爸爸抓了好大的鱼 听到动静的陈嘉兰也走了出来 看见蓝尾炎手里拎着鱼 她的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 这是我抓的 不是偷的 也不是奢的 陈嘉兰沉默不语只是点点头 她没想到蓝尾炎竟然带了条鱼回来 可是这鱼怎么吃 我也不会做 蓝尾炎看出妻子的为难 笑了笑说道 你带着 爷爷先玩一回 今天我做饭 随后蓝尾炎便拎着鱼去了厨房 没多久就做了一桌子的美味 一家三口吃完饭后 陈嘉兰甚至有点怀疑人生 这个男人真的是自己的丈夫吗 蓝尾炎 我不知道你今天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或许你感觉很是伟大 可是在我看来 是噩梦的开始 蓝尾炎不明白陈嘉兰话中的意思 今天你变好了 明天呢 后天呢 给了希望又让他破灭 我早就习惯了 可女儿还小 她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对不起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 但这次我是真心回过 给我三件时间 我一定让咱们这个家变得更好 陈嘉兰并没有说话 反而带着女儿回到了房间 蓝尾炎也没有继续纠缠 她知道陈嘉兰不信 但她决定让行动证明一切 我求求你别赌博了 家里已经没有能卖的东西了 听到妻子的话 蓝尾炎的心颤了颤 对不起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 但我这次是真心回过 给我三件时间 我一定会让咱家过得更好 随后她来到院子里思考如何搞钱 突然她脑子灵光一闪 想起来前世的种田口诀 书上记载 这种功法可以将灵力像种子一样种下 让几块速度成长起来 为了不下着妻子 还是种点普通的蔬菜吧 随后蓝尾炎来到后山 开始种起了菜苗 行云不雨 淋雨树 只见被淋雨浇灌的白菜 以肉眼迅速长大 这么大客 白菜实数少见 一般顶多长到三四斤 这么大应该能卖六块钱 一斤吧 现在天色太晚了 先回家明天再去集市 那个 我想带妍妍去趟集市 陈嘉兰眼神伶俐看着蓝尾炎 你带妍妍去集市干嘛 又在想什么歪点子 根本不会带着她们母女 现在提出要带妍妍出去 这让她想到一个可怕的想法 卖女儿 妍妍虽然营养不良 但长得确实漂亮 卖了应该够她挥霍一段时间 想到这里 陈嘉兰直接拒绝了蓝尾炎的要求 你不要打孩子的主意 否则我跟你拼命 看着妻子不相信自己的眼神 蓝尾炎只好无奈地 准备自己去集市卖菜 爸爸 妍妍也要去 妈妈求求你了 让我跟爸爸去吧 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 陈嘉兰实在不忍心在阻止 去吧 早点带着女儿回来 爷 妈妈最疼妍妍了 爸爸快走 要不然妈妈也会反悔了 随后蓝尾炎便带着妍妍来到集集市 将一整车的白菜全部摆好 骑士上从来都不缺大白菜 但是这么大的大白菜 确实是很少见过 不疑会便引来了一群人 这么大的白菜 还真是没有见过呢 老板你挺会种菜啊 这可是新品种 自然是跟普通的 大白菜不同的 你这新品大白菜 是怎么卖的 六块一斤 所有人都傻了 大白菜也就是这个时候贵点 要是冬天 那都能卖出几毛一斤的价格 小子 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这么开口漫天要价呢 蓝尾炎信心十足 他的白菜值这个价 大哥你尝尝就知道了 男人半信半疑 拿起一颗白菜咬了一口 顿时错愕看着蓝尾炎 卧槽 白菜竟然有雪莉的味道 这口感真是绝了 我要这一颗 你给我撑起来 好你 蓝尾炎终于开了张 心情无比愉悦 不多时 大白菜摊子前就围满了人 声音太过潮茂 把餐馆里的老板都惊动了 走出来没好气地说 怎么回事啊 老金哪 这个大白菜实在太好吃了 我们剩下的都买了吧 做凉拌菜也好 煲烤肉也好 绝对是一绝啊 你脑子坏掉了 大白菜做凉拌菜 不要太苦太渣 根本没法吃 老板娘将大白菜 拿给丈夫让他尝尝 老金原本想吐 可当他的牙齿 触碰到了白菜 就感受到了充盈的汁水 在口腔炸开 剩下多少 我全要了 这一批白菜 我这两天试着卖卖看 如果销量好 到时候我直接跟你订货 你就不用白摊了 蓝尾炎就知道 老金是个大户 盲点头硬了 两百斤的白菜 不到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随后蓝尾炎数了一下 总共赚了多少钱 一共有1295元 要知道现在人均工资才1000元 他一天就挣了别人 一个月挣的钱 怎么能不让他开心呢 蓝尾炎拿着钱 对炎炎笑着说 走我带你去买奶粉 再买些肉 回家爸爸给你包饺子吃 炎炎早就迫不及待了 就等着爸爸开口呢 爸爸 饺子是什么味的 是不是很香啊 蓝尾炎被炎炎一句话 问得猴头哽咽了 饺子 不过是他跟朋友酒桌上 填饱肚子的主食 他女儿却连什么味都没有闻过 他真的不配做一个人 饺子还挺香的 特别是猪肉大葱的饺子 一口咬下去 那汁水可鲜香了 爸爸 炎炎要吃饺子 走我们快回家包饺子 随后蓝尾炎带着女儿 买了一些肉和蔬菜 又给女儿买了一些奶粉 等他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炎炎因为太累已经睡着了 看着蓝尾炎带回来的东西 程佳兰满眼的不可置信 这么多的东西 你哪来的钱 我去卖大白菜 这都是我今天挣的钱 大白菜 你拿来的大白菜 为了不让妻子怀疑 蓝尾炎只好谎称向农户收的 我还给炎炎买了奶粉 这里还剩下六百多 程佳兰看着这么多钱 却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 卖大白菜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陈其兰声音一下子哑了起来 哭泣地说道 你是不是借了高利贷 不是借的高利贷 就是我卖白菜挣来的钱 不是借的高利贷 村里那么多出去卖白菜的 我怎么没见几个发财的 就你能挣钱 几分利 你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过得花天酒地才能活 家里没钱 你就去借高利贷 你还要不要我们活了 两人的争吵顿时将炎炎引了过来 陈其兰一下子就崩溃了 高声道 炎炎你告诉妈妈 你爸爸手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呀 是爸爸卖菜菜 他们给爸爸的 你为什么也跟你爸一样 不说实话 就是爸爸卖菜菜的钱 炎炎没有不说实话 同声的兰尾炎凭借前世的销售经验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却被妻子误认为借的高利贷 看女儿如何替父亲解围 为什么你一定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没钱还跑去借高利贷 难道你想逼死我跟女儿吗 你听我解释 这钱真是我卖菜赚来的 可不管兰尾炎如何解释 妻子根本不信她说的话 两人的争吵顿时将刚醒来的炎炎吸引了过来 炎炎你告诉妈妈 爸爸的钱哪里来的 是爸爸买菜菜 他们给爸爸的 你为什么跟你爸爸一样不说实话呢 就是爸爸卖菜的钱 炎炎没有说谎 炎炎被程佳兰吓到了 抽气得更加厉害 委屈极了 真的是我卖菜赚来的钱 你不相信我 也应该相信女儿说的话呀 程佳兰看着手上零碎的钱 确实是菜市场才会有的零钱 这才相信的兰尾炎的话 炎炎对不起 妈妈刚才错怪你了 听到妈妈的话 炎炎更加委屈 伸出小短手 妈妈 抱抱 陈佳兰一把将炎炎抱在怀里 难道兰尾炎真的变好了 爸爸 炎炎想吃牛肉饺子 好 爸爸现在就给炎炎做 我也来帮忙吧 不用 你带炎炎去院子玩一会 以后家务事就我来做 我一定会让你跟女儿过上好日子的 听到兰尾炎的承诺 陈佳兰只是闻了一声 便带着女儿离开了房间 爸爸好厉害 真的给炎炎吃吗 当然了 爸爸答应炎炎的事 肯定会做到的 好香啊 炎炎已经口水直流了 爸爸 那炎炎就开始吃了 看看母女俩开心的笑容 对啊 你还没梅 这样子 我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大爷还是在那里坐着 有一口没一口的抽着汗烟 远远看到一个骑着三轮车 骑三轮车的是蓝伟炎吗 不知道跟谁借的 大爷眉头皱起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记得 他们昨天说看到了 蓝伟炎骑着三轮车带着老婆孩子回家 难不成是真的 这人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东西 别害了家里的老婆孩子就好 此时大家才注意到 蓝伟炎三轮车上装着一个很大的纸箱 那个好像是电视吧 可不是吗 人家蓝伟炎发达了 黑白电视都买上了 还买了这么大的尺寸 怕是得一百多 蓝伟炎听出他们话里的嫉妒 但他并没有搭理 反而瞪着三轮往家赶去 炎炎 媳妇 你们看我带什么回家了 棉花糖 你个小孩子就知道吃糖 那是什么好吃的呀 爸爸 炎炎已经迫不及待了 蓝伟炎把纸箱放在地上 他们这才看见纸箱上写着北极熊彩电 两人顿时目瞪口呆看着蓝伟炎 爸爸 你是不是去抢劫了 你要是跑路的时候带上炎炎好不好 这小丫头真以为爸爸去抢劫了 生怕警察叔叔过来抓人 放心 这些钱都是爸爸赚的 不偷不抢很干净 陈佳兰站在原地也有些愣是 你 你哪里来的钱买电视机呀 放心 钱的来路绝对账 待会儿我把电视机的发票给你 我家终于有电视机了 爸爸 炎炎 爱你哦 这不是电视机 这叫做彩色电视机 咱们村里现在都是黑白电视 那图案都看不太清楚 彩电就不一样了 颜色都会真实地表现出来 这么一说 母女两顿时就明白了 还没等母女两回过神 很多相亲都闻讯赶来 陈佳兰 你在家吗 听说你家买电视机了 我们来看看 张沈 赵奶奶 你们咋来了 你家男人不会在外干了什么坏事吧 就你家落魄样子能买得起电视机 此人正是蕊蕊的奶奶 她最见不得别人家比她家过得好 也是早上把炎炎赶出来的人 安伟炎为女儿买下全村第一台彩电 却遭到邻居泼妇的羞辱 佳兰 你别被她骗了 谁不知道你丈夫只会好吃懒做打老婆 谁知道她这钱从她那偷的 不许你诬陷我丈夫 我爸爸不是骗子 他的钱都是卖菜叔叔阿姨给爸爸的 你就是嫉妒我家买了新的电视 赵奶奶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佳兰 我劝你还会早点带着孩子跟蓝尾炎离婚 跟这种人过只会拖累你 赵奶奶一直想让佳兰跟蓝尾炎离婚 只因她想让佳兰嫁给她那傻儿子 赵奶奶 我是不会跟蓝尾炎离婚的 更不会嫁给你儿子的 看到佳兰油盐不尽 赵奶奶顿时火冒三丈 你个骚狐狸 看我不抓破你的脸 让你到处去勾引男人 说便想上去撕破陈佳兰的脸 妍妍突然跑了出来 不许打我妈妈 电视机不是爸爸偷来的 是买的 滚你压的 看到女儿被打 陈佳兰一把将躺在地上的女儿抱在怀里 赵奶奶见状抄起家伙还想再去殴打他们母子 而这一幕都被从房间出来的蓝尾炎看见 敢打我女儿 看我今天不打死的面 只见蓝尾炎双眼血红 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蓝尾炎你竟然敢打我 我要到村长哪里告你 蓝尾炎懒得搭理她 急忙回头询问女儿怎么回事 爸爸 他们说你是骗子 电视机是偷来的 还非要妈妈嫁给她傻儿子 面子里的动静很快便把村长和妇女 主任吸引过来 怎么回事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大呼小叫 蓝尾炎急忙上去把事情经过述说了一遍 而赵奶奶见到村长顿时吓得不敢说话 刚刚她也是气急了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于蓝尾炎偷电视的事情 她一点真评实据都没有 纯粹就是看不惯苏晨家买上了大彩电 蕊蕊跟我回家 你要是不听话 今天晚上我打断你的腿 不嘛 奶奶 我要在炎炎家看动画片 你个小兔才子 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你在干什么 怎么能打孩子 蕊蕊一看是村长爷爷 急忙跑上前哭诉 村长爷爷 我奶奶不让我去炎炎家看大彩电 我想留下来彩色动画片 村长知道这人极度心太强 肯定是看不惯蓝尾炎家有大彩电 可孩子哪里能理解大人的那些小心思 胡闹 都是邻居 小孩子穿着门 看看电视有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村长发话 赵奶奶本就心虚 吓得直接落荒而逃 陈嘉兰跟蓝尾炎交换了一下眼神 得到了对方的肯定 就赶紧上前表态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愿意来我们家看电视 我和我老公 还有炎炎 都是欢迎的 炎炎也急忙上前附和 我妈妈说的对 瑋瑋姐 快过来 我们去屋里看动画片 可好看了 看到孩子天真的笑容 蓝尾炎心中充满了欣慰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蓝尾炎 你能浪子回头 我感到很欣慰 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 继续努力赚钱 把你们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越过越好 高村长说的对 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 邱主任也拉过 陈嘉兰的手 蓝楷道 嘉兰啊 总算是守得云 开见月明了吧 我就说了 蓝尾炎 这孩子不差的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现在你看 大彩店也买上了 我们村第一台呀 邱主任长得面和心善的 冲着谁都是满脸笑容 就是他这样的人 让陈嘉兰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看到了阳光 孩子的衣服 是邱主任帮忙 张了桃换来的 家里没米 接不上顿了 也是邱主任悄悄接计的 想到这里 陈嘉兰眼眶都要红起来 声音一度哽咽 邱主任 真的 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帮忙 我想那段时间 我应该都会带着女儿 选择了轻生 我说蓝尾炎 大彩店也买了 主任给你定个 阶段性的目标怎么样 邱主任训话 我肯定席而恭听啊 接下来 咱就攒点钱 把这小院整得利利索索的 你的脱贫攻坚战 就算打赢了 然后低保就别再要了吧 国家也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 行 我都听从村里的安排 他本来下一步 就是想要休整院落了 邱主任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等众人走后 两人也回到房间 蓝尾炎这才把 今天赚到的钱拿了出来 这么多钱 惠民百货的陈经理 跟我签订了采购合同 以后由我这边出面 供应他们大白菜和草莓 为此他们还给我 五百块钱保证金 我就用保证金的一部分 去购买了大彩店 花去三百五十 炎